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炯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算是一个小补权 为大家带来的是1加7的一个开箱体验 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做过1加7 Pro了 包括制作和内容方面 我们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视频 强烈安利一下 但是我们发现后台1加7的热度也是非常高 很多小伙伴都要让我们做1加7的视频 因为这次说实话 发布会上1加7好像就两分钟还是三分钟 就把1加7给讲完了 主要都是在1加7 Pro 而且1加7也是延迟开售 到底是不是真相机到底体验如何 OK 播客观众体验小白测评 一起来看看1加7 今年618二手也疯狂 小白油品微信商城9号开始 连续10天领卷大优惠 魅族16s到手价2399 三星S10 Plus到手价4999 小米98加128G到手价2699 华安mate20到手价2599 回收也可得无门槛带金券赶紧扫码上车 OK 这个盒子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 也有这么一个小妖风 上面是用我拍大片赞报朋友圈 欠缺那么一点点高级感 但是宣传语上还是不错的 OK 白红的配色 然后里边是直接的机器 机器我们已经是全部测试完毕了 包括一加7的所有数据 我们都已经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 微信数据库里边 大家都可以去看了 配件方面数据线 充电头方面跟一加7 Pro有一个小小的不太一样 它瓦数方面是5V4A 也就是DAS的20W快充 它这个充电机上写的还是DAS闪充 但是这一加7 Pro上的叫WAP闪充 之前我看到有小伙说是因为DAS闪充在国外是已经被注册了 所以说用了这个WAP闪充 我也搞不太清楚 这个两个名字还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WAP闪充听着要更好听一些 里边附送了一个清水套 同样的还有一个形式感非常强的邀请信 就是它是可以这样撕开的 然后里边是什么千二的加油 什么星云流水 然后虎哥的一段真情告白 这个形式感非常强 OK机器我们已经是全部设置完毕了 其实这台机器在当时现场体验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聊了 主要提升其实就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摄像头方面换成了MX586 第二个是它的处理核心 芯片换成了855 另外就是在运存方面跟一加7 Pro一样 也是换上了UFS3.0 这个是三大改变 其余的方面其实跟一加6T完全都一样的 包括手感 这台机器拿上手的时候 如果你之前用一加6T的手机完全一模一样 就没有什么差别 细节上还有整机的体验上都是一样的 这台机器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一加7就是它加入了一个红色 那个红色还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手里拿到的是灰色的版本 如果你想买一加7的话 我们强烈安利那个红色 真的非常扫 而且红的非常彻底 至于这个灰色版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就因为你拿上手之后 其实跟6T是完全一样的 OK那咱们先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一加7的855跑分情况如何 内存方面呢 这次也是一加7的一个卖点吧 因为这次一加7呢 确实存在感实在是太低了 它是2999元的起售价格 但是但是但是它是8G起步 8加256G的内存就2999 所以说在855的入门级旗舰里边 这台机器还是挺划算的 之前我们是刚刚体验完了红米的Carolin Pro 我们频道里边已经放出那些视频了 ID方面肯定是Carolin Pro 我觉得要更全屏一些吧 看起来要更好看一些 但是在性价比上呢 其实一加7呢也算是855的真相机之一 在电池方面的一加7电池稍微小一些 是37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 然后厚度方面呢是8.2毫米 它也是超过了8毫米的厚度 182克的重量 拿在手里呢还是有些分量的吧 因为电池呢也没到4000 前面的这个2.5D的效果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就是你手指滑过边缘的时候 虽然说它依然有这个塑料支架 但是它这个支架做的是比较窄 2.5D的效果比较明显 左侧边呢是它的卡槽 是雨货卡槽两个nano的小卡 不支持内存卡 其实它起售的256G 这肯定是够用的 细节方面呢就是 它也做了一个防水的胶圈 这次的一加7和一加7pro呢 都是没有公开的说它是支持什么防水防尘的 但是在细节方面呢 其实都做了它这个一加7的卡槽上是有防水胶圈的 后臂的设计上呢跟6T呢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凸起上呢要更多一些 其实这个一加7的凸起呢 应该是我们今年拿到手机里边 凸起最大的一个 就是它整个摄像头凸起是非常多 它是4800万MX586 1.7的光圈 还有一个500万的一个辐射 OK咱们一起来看看 一加7的实拍样张如何 跟Karolin Pro小米9对比一下 OK还是老规矩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 后台回复一加7 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 还有关键数据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我们的小白测评上程 三天目标推货 180天保修 也可以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 整机擅手呢 这个质感方面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正面颜值上呢 其实跟6T都是一样 也是三变不等宽的 它顶部呢 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扬声器 这扬声器非常长啊 这次它是一个双立体声音效 而且呢 它有这个杜比音效 也是夹在手机里边 这个顶部的扬声器 应该是我们见过 最大的这个顶部扬声器开孔了 真的是非常长 跟底下这个应该是丝毫不弱的 还有一些提升小质感的地方 双双剑也加上了是非常不错 但是它没有横向的振动马达 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线性马达 这个振动方面是很普通的 OK 现在我们正在录入它的屏下指纹 这个屏下指纹的位置呢 跟三星S Plus一样 就是有一点点靠下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手指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的指纹呢 在更靠下的位置 我需要移动我的手指才能解锁 速度上呢 就不用说了 就是非常快的一个解锁速度 但是这个位置上 个人感觉有点不太合适 这个应该是和它的内部堆叠上边 有关系 就是只允许它放在稍微靠下的位置 而并不允许再靠上了 OK这个就是1加7的一个快速体验 其实这台机器呢 之前我们没有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点确实有点少 跟之前6T呢基本上一样的 但是在细节方面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话 就比如说 在整机的握持的质感上 有更有一些提升 但是呢 它的上头呢也要更加凸起 然后在现代比上面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高的 1加7 Pro呢 它已经上摊到了一个比较高端的位置 但是1加7呢 依然保持了在3000元档位 该有的一些竞争力吧 唯一需要诟诟病的 或者说是小小的吐槽的吧 就是这台机器确实改变太少了 就只有这三个改变啊 别的就没有了 它也不只是无线充电 这些都是我觉得一台 3000元的旗舰应该有的吧 但是没所谓 今年的绝对旗舰是1加7 Pro 这个就是1加7的情况 OK本期视频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OK还是那句话 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 还有关键数据 都可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回复1加7进行查看 我们小白物品商城呢 正在进行618的促销活动 我们连续10天从9号开始 大家持续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OK不客观点点下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议酬 我是小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